我覺得最最關鍵的基礎 就算可能我們彼此不信任 但是我們每天都在溝通一些有的沒的 每天都在講各自講各自的言論 其實這還是沒有達到所謂的溝通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就拿我們兩個例子好了 之前我都會說我們不講話 但我發現其實那也不是壞事 其實我們的溝通 我覺得反而就是建立在一個 就是漸漸的還蠻相信彼此的一個狀態 就是其實近兩年來從那個完人啊 然後到專輯啊 然後到可能接下來的演唱會到小訓會 就其實就我覺得 就現在想起來 其實在這兩年內做這些事 我覺得還蠻瘋的 就是做了好多 可能以前我們不會想到的事情 但是這個 這不是說我們有溝通的多徹底 來我們要執行這些事情 這其實都是一個 他今天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想要執行這樣的概念 他信任於我 所以我可以把這樣的概念 用音樂的方式來傳達出來 所以 由此可知 就是其實音樂 其實是在我們兩個人 最直接溝通的一個橋樑 對 所以蠻有趣的 在這兩個月的體悟 這兩個月他太忙了 你都不跟我講 很抱歉 我很抱歉 其實我想跟他分享 就是我在今天以前啊 我都覺得我狀態還沒有 就是準備的很妥當 就是因為我前面 雖然那個小學會結束了 可是接下來是滿滿的宣傳 然後我一天可能是三四個媒體這樣 然後連續兩個月 所以接下來你們就會陸續看到 在七月的時候就有爆量的媒體 啪這樣 對 就到時候看到正宜東的名字 那就是因為我們前面都要做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那個 真的是 可是到後來 我是手機響 我會怕欸 我不敢讀 對我會就是看他 然後先去做別的事 然後心裡覺得有點惶恐 對 我覺得 有被工作迫害的感覺 雖然這其實是我自己選的啦 而且這本來就是一個必經的道路 但是 哇 就是覺得 一直持續不斷的溝通 是很需要能量的 對 可是 我為什麼要講前面這個 是因為 我來到這邊開始彩排之後 我就發現我整個人回來 就我這兩個月 我覺得沒有 沒有到達的那個地方 我現在到達了 然後在剛剛彩排的時候 所以的話 進去之後 我就變得很輕鬆 我就跟 開始可以跟大家有說有效 我本來 其實之前 可能能量比較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有發現啦 因為 就是他真的丟的東西給我 都不回他這樣 對 就是就真的 我就看到然後走掉這樣 欸 雖然是這種狀態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持續的完成了很多事情 包括一整場在八月六號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那個演唱會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消息或是就是可能有些人已經買票了 有些人可能還在猶豫 有些人可能沒辦法來 我們幾乎看一張專輯的歌 他一個人做完 全部這樣 對 所以到時候大家在現場就會聽到 很就是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講 真的很瘋欸 對啊 蠻誇張的 我們很 我們很扯欸 我們在幹嘛 好期待 好 那就這樣 還有什麼要說的 等一下再說好了 我們先唱歌 還可以嗎 可以 讚 下一首歌 哦 好 下一首歌叫做 Dulu Dilita